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要分享2月的淘寶開箱 這次淘寶開箱後應該要等一段時間 因為3月我會在韓國 所以3月的淘寶開箱就會變成韓國的購物店 沒有時間去淘寶 而且整個2月我用那間雜運 基本上放假放了大半個月 所以我是買不到淘寶的 所以這個系列要到3月尾或4月才可以再跟大家見面 不過不要緊,我們先開箱 好,我們可以開始了 第一袋 第一件是一條啡色的針織闊腳褲 這個是我想試很久的 之前其實已經很想買 但是一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穿 因為我覺得這種褲要不穿出來就是很悠閒型格的路線 要不就好像阿嬸的 所以我其實也很緊張 但是不管了,我先買了,試試 試試看,可能可以搭配 第二袋 第二袋是一條 這樣格子 格子的毛咧 是不是叫毛咧 毛咧短褲 它就是這種藍色格子的 我不知道上面原來是有些金蔥的線 有一點不喜歡 不過不要緊,我是會穿的 有沒有像Bosser 糟了,這樣看上去超像Bosser 我不是中了服嗎 我不是中了服嗎 第三袋 它送了一支筆給我 現在淘寶的贈品越來越無關 有買衣服可以送筆 就是這個 它有白色的衣服 然後它的袖子有些很漂亮很漂亮的花花刺繡 這件是我今次考慮了很久 買不買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但是這間店一定要付運費 然後我預約了很久 它也一定要收運費 但我真的很想要這個 刺繡的袖 所以我最後也決定買 結果來到的質感很好 我覺得很好啊 這件拍片也很漂亮 我覺得很... 如果大家這樣看到袖子 就會知道 它真的很漂亮 大家看看這個袖子不錯 持續做得 它的質感很好 然後很滑很舒服 是不會刺肉的 這件很好很好 第四代 這個應該是一條項鍊 如果沒有記錯 它的包裝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旁邊是雲石紋 這個盒我想我會保持它 因為真的很漂亮 它就是一個項鍊 很簡單 但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還有一個很小的耳環 這個是一個款式很簡單 我發現我買了很多耳環 都是很冬天好 例如毛毛波球 或者一些蛹的質地 然後我覺得我是時候 要買一些無分季節的耳環 要不然我快到夏天 春天 我全部耳環都不適合 但就要重新買另一批 雖然這個 也很開心的一件事 想起 但不可以這樣 所以就要開始阻止自己 買一些毛毛的耳環 然後到這個 我已經忘記了是第幾袋 這裡面就是一些很便宜的薄身長袖衣 用來打底也可以 用來搭配其他衣服更簡單 也可以 就是這一對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黑白灰粉紅 只有這四種顏色的人 所以這些鮮艷的顏色 不是我的 是我媽媽的 還有這些 顏色 有這件粉紅色 這些都是我媽媽的 它們全部都是17至19元左右 總之就是超級便宜 它的質地是不差的 也很實淨 很普通的圓領 或者V領的大替衣服 另外有一件是我自己的 就是這件 黑色 應該完全看不到 好像有影 它是一件V領的 這件的質地比起剛才的再好一點 但它應該是不過20元人民幣 很好穿 我覺得這一間雖然很便宜 但它的質素是很OK的 不是一些服裝 所以如果你要買一些薄薄的打底衣服 可以選擇去買這一間 所有淘寶連結跟平常的習慣一樣 我每一段影片講過什麼 都會在下面info box有所有資料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下一袋 話說我晚上不是睡得很好 我有個朋友介紹了我 試試買一些薰衣草的乾花 買了一包這麼小一包 他就送了幾個這些 放這些乾花的袋袋給我 希望這個淘寶的薰衣草乾花 可以令我晚上睡得好一點 它是很香 再聞下去不是化學物的香味 它是很香的乾花味 希望它幫到我晚上睡得好一點 然後下一袋 其實有時候的鎮品 可以不送的 我覺得它送給我又不要 好像很浪費 但是我真的不想要 這個袋子很可愛 這裡是一些襪子 對 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的淘寶買蜜 除了送這個Hello Kitty鎖匙扣給我 還送了一對韓國國企的蜜 好 真的無言 之前我是買過這個捲邊的 後面有一個蝴蝶結的蜜 我媽媽也很喜歡 所以她就買了灰色和黃色的 我也說她是彩色的人 而我自己也覺得真的很好穿 我自己再買多了一個黃色的蜜 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就是這種捲邊 後面有一個蝴蝶結的 然後就買了一對DONUT的蜜 好可愛 然後這對是我普通的鑑條蜜 然後還有一對是短蜜 上面是會有一點點花邊的 好 到下一袋 這間店其實都算是我 都蠻常買的一間店 它的款式經常都有新款 而且它的價錢是中等的 它不是那些超級便宜 三十塊的店 但是它不會過百 通常都是幾十塊就有了 而且它的質素都很穩定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間店 這一件是一件長身的衛衣 之前我也在淘寶雙十一的時候 買了一些長身的衛衣 那些是因為比較厚的 裡面是有些絨毛質地 如果遲一點 當沒那麼冷的時候 就會穿不到 因為那件真的很熱 如果可能十一二度的時候 我去放雜貨 那件衣服是不用穿的 所以可想而知是超級熱 但是這種長身的衛衣 我真的覺得很方便 所以買了這件比較薄 下面的下方有一點點邊 然後這裡的紙 是這樣做了凸出來的 我覺得這款款和這個顏色 我都蠻喜歡 所以買了這件 好 接下來 這一盒是一些 我打算用來拍照做報警的東西 因為我經常拍產品 或者拍化妝品 底部很噁心地用我的床單 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經常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都沒什麼更新 所以我買了一些東西 用來做背景 希望拍出來大家看得開心一點 而我自己有上載 所以我覺得安心一點 有我最喜歡的雲石紋 還有應該第二件是 一些長的磚紋 遲些大家可以在我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看到我的新背景 好 下一箱 這一箱是一雙鞋 就是一雙短版的 Momo短鞋 對 這一雙就是我媽媽的 這一雙這麼冷 就對了 那它就可以有新鞋穿 好 接下來 大象加小象 好 這裡有兩件衣服 第一件就是一件 前面很普通的 普通白色衣服 後面有一條絲帶 可以綁蝴蝶結 就是這樣 就是一件很基本款的衣服 然後就是一條這樣長的 闊間條的長版衣服 這是一個連身裙的質地 旁邊是有一點點的開叉 對 我看這個model穿的圖 我覺得很漂亮 希望我也穿得這麼漂亮 不過我一定沒有那個model這麼高 這裡已經有一個小生丘 好 最後一個小盒子 沒有了 這個是什麼 其實大家會不會擦淘寶的時候 經常都不知道裡面大約有什麼 我是會的 我每次都覺得很開心 拆淘寶 好像有很多禮物收 因為每次都忘了自己 其實是知道自己大約買了什麼 但是 永遠都是拆的時候 會覺得 對呀 買了這個東西的感覺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我真的完全忘了自己買了 是用來拍攝的道具 是一些英文字幕 其實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得著 我看只是買這個 也不用給我這麼便宜 所以我就買來試試 等我貪新鮮的時候 趕快用了它 那我就一定能用得著 好了 那這個二月份的淘寶開箱 就來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看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 現在 我吃腸粉了 吃完腸粉才拍這個淘寶開箱 好喝 好喝